哈喽大家好,我是怡琴 有看得出我是感受怡琴的状态吗? 诶,看不出吧? 大家拍拍手 上个礼拜,我唱了我的人生中哦 一张单曲,第一张全韩文单曲 还没有听的人,快去听 不用担心听不懂,这里有中文字幕 上个礼拜,我就投下一个Instastory 关于这次的单曲音乐,有什么想问的? 关于韩国音乐系、艺术科技、韩国留学 有什么想问的?我想拍一个影片 如果没有你们的提问,会很尴尬 所以尽管问吧! 所以你就看得出,我急怕没有人问我问题 然后我就抽了很多个问题,要放在一起 可是,诶,比想象中呢? 大家对单曲想问的东西还蛮多哦 所以,谢谢大家对小女的爱戴 感恩感恩 这支影片就会比较focus在我的音缘 这是我的音缘Q&A,关于留学啊,韩国音乐系、艺术系 我就放在下一支影片 YES!这样就有两支影片了 我就不用再想拍什么了 OK,开始! 花了多少时间去写,去做这首歌 我一写这首歌是因为我大三的时候 我有一个期末考试 然后我们期末考试的主题就是 一首制作曲 写着我歌还蛮快的 我两个礼拜内就写完诗和曲哦 录音的话,我是... 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 我录音的地方是我学校的录音室来的 我们学校的录音室规则就是 一个人一天只可以用四个小时 而且不只有我要录音嘛 其他人也是要录音嘛 所以总共抓到来这个时间是一个月啦 谁是你的crush? 一定会有这种八婆问题的 没有啦,没有什么crush啦 你的灵感来于... 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 我自己发生的真实 对象的爱情故事 先给我一杯酒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然后就... 不幸遇上的渣男 大马留学生在韩国念书 不幸遇上的渣男就非常的难过 难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嘛 然后就有回想回去就有反省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应该就是因为自己太容易喜欢上一个人 也就看那个人看不够久这样子啦 所以... 所以这是一首 教人不要太容易爱上一个人的故事 我的歌的题目就叫 Komsapakman Komsapak就是 Komsapak就是 一个人很快fall in love into 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这首歌就是 Komsapakman 好了好了 不要再那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这首歌灵感来源是来自于 我自己的亲生故事 会拍MV吗? 痾... 目前这样子来看的话 应该是不会 可是其实我很想拍耶 可是... 我是不会去给你钱去拍MV的啦 痾... 对哦... 就可能要拍的话也是 朋友随便这样帮我拍 痾... 我在台湾的朋友们都会有点麻 难以就是也是很热心的 你一定要拍MV我来帮你拍MV 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人也不在台湾 我人也不在韩国 就... 痾... 痾... 目前人家看的话好像 应该是不会拍 可是我有想过要做很多 Instareels 我要做到大家都觉得 做个好了很烦的那种程度 就是我想要为大家 扩散出去 这一支影片上了之后 我会用我那一首歌 在IG做一个 Instareels 的palette 大家可以去多多用我那个palette 然后把我的歌插出去感恩 因缘收入 我不知道咧 我没有去check 我也不会check 为什么会突然想发歌 痾...就是... 怎么? 发歌不好咧 超级白了 OK 毕业之前 我就想留下来一点点东西 就刚好学校我们有一个录影课 学校的录影室 又是那种东西很贵很好的录影室 再加上把我们录影混音的教授 又是一个非常专业帮IU 帮Sam Kim 录过影混过影的人 而且如果到时候我要自己出去在那边租录影室 然后找婚姻室来录的话 这些又是一大笔钱 可是我现在在学校嘛 我就可以省下这一笔钱这样子哦 再加上之前我在韩国有个想法就是 我一毕业我就要留在韩国 我不要留在韩国 可是我在韩国那边我还是有很多很好的朋友的嘛 所以我就心想啊 这样我就发一首歌 等这首歌出来了 就这样子啦 你们想念我的时候你就听那首歌来缅怀我啦 所以才会想发这首歌 所以你现在belong to an entertainment agency嘛 我的歌是我自己写的 自己找发行公司自己发的 没有输出公司 有台湾的公司要签我吗 我留在台湾 你知道你自己的歌满意吗 我真心觉得很好听 嗯 其实我已经对这首歌很无感了耶 我在录音之前这首歌 我练了两个月 我差不多上千次都有 我跟你讲 我真的是我要吐了 然后录完音之后就开始进入一些 调音啊 混音啊 乐器想要怎样的一些工作 那边我又听了一个三百次 我觉得也是 我要吐了 我对这首歌已经很无感了 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听太有吃了 对于这个是我第一次发出来的 出道单曲的话 我自己是很满意的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子的风格 编曲的时候 我也是有一次跟那个 帮我编曲的opar 我就一直跟他讲 我就像这样子 我自己就像一个 的感觉 然后那边有些有一个 日本乐团 怎样怎样怎样的感觉 那个opar 也是catch很快 它也是给了我要的东西 很满意 我很满意 我超满意的 除此之外 我还是熟到很多 这种 不是开玩笑 我们也都在听 真的很好听 虽然没有什么想问的 但真的好好听 每个人都在单去学买 之类的这些留言 谢谢大家 一句话 一句话 真的 比我想象中的反应还很好 就是我以为 我这首歌po出来 应该只有我的朋友们 会帮我转发吧 没有想到 呀 还蛮多人喜欢的 所以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我原本 我就是 就是 我不再碰音乐 我就是想要就是 赚心做我的YouTube 那样子 可是 我没有想到这首歌 发出来过后 反应这样好 所以 我有想要就是继续 去小碰音乐 这一块方面 想要发单去 这个过程是很 很累很繁琐 可是 发出来过后 这个成就感是蛮慢的 这种成就感是你们带来的 让我享受一下 这片刻的虚荣 OK 在影片的最后 我给大家听一下 我自己在家里练习的时候 录的这首歌 没有任何的混音 没有任何的什么 单纯的 我唱的 这首歌 这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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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